而从民国109年成立到现在的真诚社区发展协会 透过了协会办理多项照顾长者的活动以及课程 而这一次他们特别办理了 七星长青快乐够营照社区幸福城的成果季结业典礼 长者们拿出了平时上课所学的作品来分享给大家 也表示这里是活到老学到老非常的开心 从民国109年成立到现在的真诚社区发展协会 透过协会办理多项照顾长者的活动跟课程 这次办理了七星长青快乐够营照社区幸福城的成果展季毕业典礼 长者们拿出平时上课所学的作品分享给大家 理事长说最感谢的就是每一个课程的讲师们 不仅是花了自己时间 还无私地分享所有的才艺跟知识 现场活动既温馨又人哦 长者们在台上唱歌跳舞相当有活力 台下满满都是长者这一次上课以来的作品 表现出平时长者们上课努力又认真学习 也都表示会继续上课继续学习 不会放弃 记得高商双预理阵采访报道 有点好不错 长者们在資格上课程中和文化 想商双预理阵中和文化 高商双预理阵子 还有一个是设计的